第一,有没有后悔过这七年的时光? 没有,完全没后悔过 一点都没有过吗? 偶尔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吧 就会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但是没有说觉得后悔 就没有到后悔这两个字没有这么严重 那七年之中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在每一段时期都会有快乐的时候吧 首先呢,我迁进了,就我有了经济工资这件事情 我也很快乐 然后到我拍了第一部戏,我也很快乐 然后到创造101,被那么多人认识,我也很快乐 发人生第一首歌不哭,我也很快乐 有自己的EP,Sunny,我也很快乐 然后有了人生第一张专辑,天气琴,也很快乐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肯定都会有一个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你要问这七年当中最快乐的 我很难去平嘛 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星座就是需要一些平衡感 对,所以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算在每一个期间的快乐吧 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七年中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很快乐 对,每个重要的时间点都特别有快乐 那这七年中有没有你觉得最痛苦最难熬的时间 首先就是在期待能有一个靠谱的经纪公司的过程中 也挺难熬的 还是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难熬方法 然后到了拍了两部戏之后再也没有工作的那段期间也挺难熬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坚持一下 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去找机会 然后有可能到了创造101被很多人认识了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不好听的声音嘛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熬的时间段 后面的话其实还好了 还好了 就我觉得一切都挺顺利的 那你觉得七年中你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七年中最大的进步嘛 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 就自己在舞台上的样子 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不成熟吧 对 然后在工作上状态与态度 有可能跟之前的自己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心态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 就有可能接受程度也好 或者是说这七年经历的事情 让我有所成长也好 solo以后的第一次演出到最近一次演出 你觉得你不管是在心态上 还是在舞台表现上 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我的心态依然都是很积极向上嘛 就是会很激动 就是终于有一个舞台了 没有太多的心理活动嘛 就每一次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 去展现自己的实力 跟自己的魅力吧 我想 那solo出来到第一次演出会很紧张吗 因为其实我在出道之前 我也是参加比赛的人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参加比赛 他也都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我是从出道了之后就一直身边都有伙伴一起在舞台上 或者说在工作环境中一起去成长 solo了之后 离自己一个人的那个阶段还挺长的了 所以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点紧张的 反正我928生日会那天在广州的时候 我在上台之前我确实挺紧张的 因为也是我发人生第一张专辑嘛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哇我要以一个solo歌手出来了 还会有一点紧张的 但是也是带着兴奋的 就哇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场子了 那一种感觉 那你是觉得这种紧张是单纯的说 刚单独出来以后 要独自上台的是 更多的是这种紧张 还是说会有更多是一种不安掺杂在里面 我觉得得看场合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生日会的话 随我自己的场子的话 我有可能会紧张感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在我生日会之前 我有参加过一个央视的唱歌节目 那个会比较有不安的感觉 因为首先是一个大平台 然后第二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歌手 有很多前辈 还有很多乐评人 或者是说很多其他歌手们的粉丝 来观看这一场表演 这个多多少少 我会有不安感 就是我会怕说我会表现不好 然后我也会怕说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不行 对 但是如果说像在自己的场子 像生日会的时候 我有可能更多就紧张 就紧张 紧张说待会会不会唱跑调 什么的 但我不到害怕或者说不安 因为我就觉得 生日会是属于自己的场子 就是来看我的人都是支持我的人 跟爱我的人 我觉得多多少少 我肯定是会去做好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说 我有可能唱了跑调一丢丢 或者是说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在舞台上 就是喜爱我的人都多多少少 会包容我一点吧 对 就不会像说外人 就像家人跟出去外面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那你最近一次演出 你还会有这种紧张感吗 紧张是完全没有了 现在 更多是兴奋 就是我 我兴奋的点就是 什么时候我能上台 我想赶紧表演 那可以理解为这是 七年以来的一个 形态上的成长 对 就是在工作上嘛 就所以我说变成熟了 不管是舞台的层面上 就其实在其他 不管是综艺啊 或者是说在拍摄广告呀 什么的都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成长的 好 那你现在最喜欢自己的是 哪种心态 或者是说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哪一种是你觉得 你现在你自己最欣赏自己的 最欣赏自己的吗 心态吗 对 或者你处理一件事情的态度 你觉得这个态度 就是我不会像 我有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着急吧 要是之前的我的话 我有可能一下就 就不行了 就发脾气了 就有小情绪了 就一定要争个 你死我活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可能之前比较自我吧 然后也不太会去听别人的意见 自从进了创造101之后 才有了很多的变化 对 就会去聆听别人的意见 甚至说有什么问题了 我会以 跟之前比的话 我会以比较冷静的状态去解决 而不是说 那种状态 对 就跟以前比的话 但现在偶尔还是会有这种 的状态 但如果跟之前比的话 是好很多 就是不会那么急躁 就不会那么急躁 好 那这样 最后一题 七年这块 给自己七年一个总结词吧 对我自己而言 对 我觉得成功吧 成功 我所谓的成功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在 刚出生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到现在 25岁了 然后在这个行业打拼七年了 其实我在小时候 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我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演唱会 我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歌 我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专辑 有一群爱我的人 这是我小时候 甚至就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的愿望 当你到了一个 你成功的点 就是你认为成功的点的时候 你会有更多的希望 或者是说欲望 想要去实现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总结我这七年 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在小时候到现在的过程中 就我想要完成的愿望 其实我实现了 所以对我来说 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位置 但当然我肯定是还是希望说 在我成功了之后 我有其他的愿望 然后我去实现这些愿望 因为人其实是一层比一层高嘛 就肯定要一直在进步 只是说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七年 就我之前的愿望 其实我都实现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算是成功了 就不管说 在外人看来 是不是成功的例子 或者说什么的 但是对我来说 就我觉得我很满足 我现在拥有的东西 我也觉得 我已经完成了 年小的时候的愿望 所以我觉得是成功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所谓的你的成功 就是这七年来 你一个心愿达成的过程 对 但是在未来 我肯定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欲望 跟更多更多想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说嘛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趴叫 问问生活了 你之前很害怕孤单 现在有学会调解吗 现在其实还是 没有办法调解的 但如果说之前的百分之百 我现在有可能有百分之七十 就是我有百分之三十是能调解的 但剩下百分之七十还是在那 就是还有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一个人生活 因为有可能也是家庭原因 就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多家庭成员的环境 就我有一个哥哥 我有两个弟弟 然后爸妈 我们天天都是这么一起生活在一块的 所以突然间出来了之后 我也会害怕一个人 就是我会觉得 会很没有安全感 就自己一个人待着的话 然后我也会害怕 就是我也会害怕说 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啊什么的 因为有可能就是 我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嘛 对 所以这些害怕就造成了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 甚至有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睡这件事情 就要不然我之前一个人睡 我一定要开很多盏灯 然后就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我才能睡着 但是现在有慢慢的去学会 就是我在酒店里 我能自己一个人睡 我也可以说不用开所有的灯睡觉了 就是有在慢慢的去习惯 然后去学习一个人生活的过程中 对 因为其实我身边也会有一些长辈啊 也会说就是其实你也是一个人来的 就是你也会一个人走的 人其实都是一个人 只是说我就觉得 在这个过程吧 我还是需要很多的勇气去改变 对 但是也是进步了的 对 百分之不到30吧 我觉得百分之20吧 嗯 那有没有之前觉得绝对不会尝试的事情 现在慢慢的觉得可以开始接受了 敢尝试的东西 我是不知道 还有什么得去碰 但是从小到现在为止 不敢去尝试的 有一个就是蹦极 因为我觉得太有舍病危险了 不知道为啥我会害怕 对 那现在看微博嘛 有了很多的兴趣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现在会变得更有耐心呢 我觉得肯定是比之前好 但是也没有说完全 很有耐心的那种状态 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我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所以在情绪管理上面 肯定会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我觉得在忍耐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有很大的进步 就跟之前相比的话 嗯 那如果说给自己打个分呢 之前的耐心值是多少 我实话 我觉得十分的话 如果之前我的耐心有可能就一文二不到 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六到七 那是很大的进步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首先是我现在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不可或缺的 然后第二就是 身边陪伴我的工作人员们吧 嗯 是我觉得目前最不可或缺的 能遇到一个好的团队 或者是说好的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后又合拍 然后工作也是 不是说容易就能接到的 或者是说能让客户喜欢上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缺的 那在现在的生活中 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嗯 为什么 自己的生活定位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说你现在 比如说在你的生活里 你给自己的一个设置的感觉 你更像一个小朋友 或者说更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还是小朋友吧 嗯 我觉得我生活中我比较幼稚 但有可能在工作上会稍微比 生活中要再成熟一丢丢 那其实有想过改变自己种状态吗 我觉得保持幼稚不是一件坏事 就我觉得其实工作就已经 够让人会造成很多的压力跟伤害 还有很多的烦恼了 就我希望就生活方面还是简单快乐一点吧 嗯 做一个乌虞乌虞的小朋友 嗯 之类的 嗯 那我们接下来问问 情感生活这一块啊 嗯 将近两年没有回家了 是如何平衡 或者说来调解这些思念 首先就是只能用视频的方式 就我觉得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就你一打电话就能看到爸妈的脸 或者说你想见你想见的人的脸 但是就是那种温度还是没有的 但至少可以减去一些思念吧 那当然我还是会想要回家呢 那现在感觉自己的情绪起伏大吗 挺大的吧 什么方面的大 因为我是一个容易想很多的人 然后我有可能比较敏感 对所以呢 嗯 很容易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会扎根进去 就想不明白了 拽牛角尖了 嗯 就像 嗯 其实像小时 就是像之前 就说到七年前 就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也会因为一件事情去拽牛角尖 但不会想很多 但现在就是拽了 又想 想了又跳出来 然后又转地球 然后又跳出来这种状态 嗯 对所以 有可能 嗯 情绪的起伏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我调整自己的时间也会比较快 嗯 对 那在这种情绪起伏最大的时候 你都是如何调解自己的呢 就跟身边的人聊天嘛 其实我就只是 嗯 希望有个旁听者 就是来听听我的事 就我觉得 他可以不是 人 他可以是宠物 动物 只要有一个能倾听我的人 就我就 有可能我说完了之后 有可能就会好 一段时间 嗯 对 就我觉得这是我 排解这种 起伏的情绪吧 那你是 如何将自己 更多的时间 放在一个平和的状态里 就正常情绪 没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我的情绪是很稳定的 嗯 我除非就是 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就会让我的 我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 嗯 通常的话 就还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遇到这种 跟自己 纠结过不去的事情 那最后你都是怎么和自己 和解的 就不去想了 就干脆把这件事情放掉 先放一放吧 嗯 不能说放掉吧 我觉得是逃避 就先逃避一段时间吧 给自己就是充满了电 再去解决 本该要解决的问题 嗯 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 就是 是比如说家人 朋友 亲情 友情 亲情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 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的事了 嗯 对 虽然 嗯 我觉得友情 也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亲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其实我 嗯 身边的人都会发现 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会把 友情 转为亲情 这件事情 就像 嗯 身边的人 有可能 有可能 今天我跟他认识是朋友 但是我能 可能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我就把他当姐姐看 我把 把他当哥哥看 或者说把他当妹妹看 把他当弟弟看 会转成为亲人的状态 对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亲情是 没有办法 代替的一个 情感 情感 嗯 因为友情 你可以拥有很多朋友 那你说 所谓的友情 它是 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是 能陪你吃喝玩乐的友情呢 还是说 能陪你谈心事的友情呢 对 但我觉得就是 亲情还是 比较多面化一点 最能令你平静的事情 就是安心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件吗 安心吗 嗯 我觉得目前呢 嗯 乐高 我觉得乐高呢 它可以让我 待在那个 很平静的环境里面 可以待很久 因为其实你要拼 一个完整的乐高 其实你需要很多的时间 然后你没有 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 你只想着 我什么时候能拼好它 然后 我要看 这个东西 怎么对上 或者说怎么拼起来 它才可以算是一个 完整的东西 就在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会让我比较平静一点 就是我不会去想 其他事情 其他事情 我就只会去专注去 拼乐高这些事情 嗯 你觉得你最难唱一首歌是哪个 因为懂得 那你要不要唱两句最难唱的 有过的幸福 请记得 受过的痛苦 才值得 说很多对不起 却没解气 说我爱你 是否到最后到这样的 那